今天要來兄弟對決5隻炸拳機挑戰 淋上黑色的神秘醬汁 到底誰能獲得最後勝利呢? 哈囉大家吃飯了嗎? 我們是吃飯兄弟 艾倫 艾理師 今天要來兄弟對決炸拳機挑戰啦 30分鐘之內吃完5隻炸拳機 成功的話可以免單 另外再送你10張甜甜圈兌換券 以及10張的甜甜圈百一送一優惠券 失敗的話也只要付999 5隻炸拳機999很可以啊 不挑戰來想用也是不錯的選擇 影片開始前歡迎訂閱吃飯兄弟頻道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生活動態及訊息 歡迎follow我們的IG或FB喔 現在肚子有點餓了 那我們就準備吃飯啦 GO 接著來看炸拳機的製作過程吧 先完成了第一次的果粉酥炸 將休息好的炸精放回油鍋內二次酥炸 他們選擇六周大的春機 作為炸拳機的食材 聽下這療癒的聲音 翻動炸機讓它受熱均勻 回炸八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出爐囉 撒上胡椒粉提味 撒上胡椒粉提味 接著要把炸拳機串成一串 串滿五支炸拳機就完成啦 哇 看這金黃酥脆的炸拳機 迫不及待想要開吃了 準備好要上菜囉 淋上黑色神秘醬汁 它的顏色來自於竹炭粉 用柴魚跟醬油熬煮出來的醬汁 吃起來甜甜鹹鹹的 舉起來感受一下它的重量跟魅力 好啦 餐點上起來 第一次看這麼壯觀 有十支的炸拳機在我們前面 它是小支的炸拳機 超級期待 很好奇那個味道 黑色的蜜汁醬 主廚秘密的配方 黑色的蜜汁醬汁 等一下就會知道它的味道到底怎麼樣 這個挑戰難度是在 你要在短時間內要快速的去骨 準備好了嗎 好 準備好了 準備要來吃的炸拳機套餐啦 Go FBA FBA Dining BF BF Dining 好 BF Dining 挑戰 3 2 1 Go 我不知道怎麼吃欸 第一次啦 先醬汁 醬汁 醬汁很難吃 對啊 這一次的挑戰我覺得比較難的 會是在處理骨頭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我就是目標 先把雞胸肉跟它的腿肉吃掉 像雞翅那種比較複雜的東西 就把它放在最後 挑戰的策略主要是先把雞翅先吃完 最後再花時間吃雞胸跟雞腿的部分 大約一分半的時間 艾里斯首先吃完第一隻炸拳雞 艾倫花了比較多時間在處理雞翅 這次他們選用的雞是春雞 所以吃起來它基本上肉質是比較細緻一些的 配上它酥脆的外皮 黑色的秘密醬汁 濃郁的醬油香 吃起來其實是非常過癮的 開賽兩分半鐘 艾里斯拿出可樂搭配炸雞一起吃 黑色醬汁恐怖的地方是 它會吃得讓你滿嘴都是 艾里斯的吃法比較豪邁 搶速度為優先 沒在怕神秘的醬汁 艾倫比較小心的啃食著炸雞 追趕艾里斯的進度 時間來到4分20秒 蜜製黑醬裡面用柴魚還有醬油 所以這兩個的味道非常重 這邊可以看到 艾里斯被黑色神秘醬汁襲擊的結果 非常恐怖 艾倫依照自己的節奏吃著炸雞 目前兩人各玩食一隻炸雞 艾里斯的進度稍微領先 炸雞需要一隻一隻去骨 非常的花時間 考驗挑戰者的耐心及毅力 嚐嚐看看菜 香菜醬 稍微超濃的 這個吃起來很輕爽 時間6分10秒 艾里斯玩持兩隻炸雞 艾倫也玩持兩隻炸雞了 你要把雞翅放最後 我的動作很弱 對啊 因為它整隻炸雞 奶昂炸雞 所以整體來說它的炸雞非常juicy 口感的部分是雞胸肉會稍微比較乾一點 但是可以搭配醬汁吃會比較順利 艾里斯玩持了大約三隻 艾倫先吃相對較油膩的炸雞皮 十分鐘了 時間只剩二十分鐘 有點趕快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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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一樣還是選擇了純絲茶 跟可樂當作秘密武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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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的飲料 奶茶 可樂轉換口味 雞肉很帥 雞肉很帥 沒有 我第一次都沒吃 時間過了一半 你現在十隻雞吃在嗎 我現在三分之二雞再加八隻雞吃 進度好快 我的話剩下完整大概兩隻雞吧 好 應該差不多 有點趕 非常好 艾倫拿出他的秘密武器 奶茶 給奶茶有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口味改變 這樣你的手就是要一直不停一直剝肉下來 嗯 對不對 要花很多時間處理骨頭 剩下最後十分鐘 兩人都進入到最後收尾的階段 艾倫到底能不能後來居上呢 奶茶你沒用喔 嗯 嗯 我沒有超車吧 我沒有超車吧 一比一十塊 因為我 我不能讓艾里斯儀 哈哈 還剩最後七分半 火車 嗯 嗯 目前剩四隻半的雞翅坡 我剩下一些骨頭跟脆肉 倒數五分鐘 最後四分半 最後四分半 好 最後一隻七隻 快點 又碎了要吃完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要看他要判定 我這樣可以是不是 對 那我吃的時間是 28分 10秒 加油 艾倫還剩1分 26秒 對啊 他吃炸雞都超乾淨 你稍微整理一下 對 OK 好啦 我們挑戰結束啦 剛才時間我大概是29分 大概四五十秒 壓線 有點驚喜 稍微快一點 我是28分多 恭喜這次兄弟對決 艾里斯獲勝啦 耶 勝利的乾杯 OK 贏家時刻到啦 恭喜啦 沒錯這個是他們的薯條 外加剛剛剩下來的醬 我們把它打包回去 不要浪費 香檸芥末醬 哇 哇那個好酥脆的聲音 芥末帶了滿重的檸檬薑 香菜酸奶醬 我超喜歡這個 因為我本身喜歡吃香菜 而且它香菜像是新鮮打出來的 外加酸奶那個酸的味道非常大 好吧那這個你就慢慢享用吧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幫我們按個讚 我是吃飯兄弟艾倫 艾里斯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